好,我們今天最後一次上課 好不好,所以上個東西都不會跑 我們要把最後這個5.7把它講一講 我們講講能量的轉換 我上個禮拜天 我就把我的youtube的video看一下 真的在影片上我的字很難辨認 真的很難辨認 實體應該還好吧 實體還好 但其實也有一些問題 但是放在影片上 你沒有辦法再放大 蠻痛苦的 就只能一個耳朵搭配文 對,我有講的話就稍微好一些 我盡量哪會盡量 細細中文字 比較難辨認的公式 我們應該也寫個字幕這樣 好,我自己 其實前半段 應該還好 那前半段的 所以寫起前半的內容 沒有那麼複雜 然後字也比較大 字可能也比較大 因為後面越複雜 我都字細越寫越小 其實我看也蠻痛苦的 所以 我應該改善一下這個動畫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能量轉換 我們要講電能跟動能之間的轉換 等一下會講磁能跟動能之間的轉換 好,那為了講這個我們需要一些例子 那我們就舉我們這個平行板電容的例子 我畫一下 這有一個電容 其實跟教室的大小又有關係啊 因為這間教室比較大 那我的攝影機必須擺在比較後面 如果以後我就在比較小的教室上課 黑板沒那麼大 錄起來不會那麼痛苦 好,我們這邊有一個平行板電容 然後上面帶的是正電 上面帶的是負電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上面這一塊是可以動的 它是Nufempo 然後這旁邊呢 給它加這個電壓 上面帶的是正Q 下面帶的是負Q 如果說今天我們有一個可以移動的電容 那你想我們這邊會產生電場對不對 所以會有一個電力往下拉 對,你會有一個電力往下拉 如果你什麼事都沒做的話 它就啪,碰在一起 好,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X方向 好,這是X方向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外力 外力我叫它什麼 負的EX 應該是我要叫它負的EX 好嗎,X方向的力啊 所以我們叫它F EX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外力拉著它 負的FEX 它才不會往下掉 所以我們這邊是可能有一個手拉著它 然後讓它這兩個不會地下來 那我們今天想討論說 如果今天這樣手這樣動 會對這個 這個 系統造成能量的改變 那我這邊又通給它電能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Energy Source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說 我想手 私力做工 還有這個電流流進來 把這個電容給開 這兩個 造成這個系統的能量變化 好,那我們先來把這個電容叫起來 這個回想起來 所以 我們這個電容 我們這個電容 Q等於CV 對不對 我們的 平行反電容 那我們平行反電容呢 它就會是 AQ0A 然後除以X 然後乘上這個B 所以我們講平行反電容的時候 我們說它的area是A 然後這之間的距離 叫做X X 剛才這樣就好 好 那我們除了除那裡面的電能呢 可以是 用能量密度 乘上體積的方式把它加起來 這個是能量密度嘛 2分之1F0A 1平方對不對 然後乘上我們這個體積 就會是儲存在我們這個 電容系統裡面的總能量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E 換掉對不對 應該就是V2X 我是不是應該取大一點 好,那我們把它換掉 好,就變成F0A2X 然後V平方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Q表示 X2F0AQ平方 來,所以這個是我們用V表示 或是我們用Q表示都可以 好,接下來我們討論兩個case 第一個case 第一個case 如果說今天這個Voltage是Constant 你給他接一個定電壓勻的電源供應器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的能量的改變呢 可以是我們外力做工 或者是電源供應器給你的 這個是我們外力嘛對不對 外力做工 或者是電源供應器 給你的能量 Vdq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你的電力啊 會是V的dq dx dx-dw dx 就整理一下而已 這個時候我們是Constant Voltage 所以我們這個Q 在微分的時候要想的是Constant Voltage 那你這個能量要想的是Constant Voltage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 F0AV除以X 然後減掉Vdx F0V2A除以2X 你看啊 我們這個V目前是Constant 好那我們就回答案就是 負的Y0AV2除以2倍的X2 好 這個X分之1的微分大家都會 X分之1的V2 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導出來說 如果說我們在外接電壓源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手要拉的力啊 跟這個V還有X的關係 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看第二個Case 如果是Constant Charge Constant Charge的意思是 我們把這個線斷掉 它今天上面的Charge是不能增減的 我們沒有這個Power Supply 沒有Power Supply的話 那這個系統的能量的改變 純粹就是我們外力做工所造成的變化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Constant Charge的情況之下做 那我們的力 又會是能量的微分的負號而已 好今天我們今天要用Constant Charge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負的D DX 然後XQ平方 然後兩倍的F0A 所以就是負的Q的平方 2AF0 好嗎 所以一樣我們在 如果把電源用力拔掉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也可以算說 我們手需要花多少的力氣 拉住那個板子 那事實上咧這兩個根本是一樣的 因為你不管有沒有電源供應器對不對 你在那個V在那個Q的情況之下 你要花多少力來拉住那個板子 本來就是應該是一個釘子 這兩個本來就是應該是一樣的 你把這個Q的一個CV換出來 就可以知道了 事實上你一開始也 你不用那麼麻煩對不對 因為你從第一章都知道 他應該就是Q成功電場 那現場咧 就是Q除以兩倍F0A 就是電場的強度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本來就知道 好 那我們花了那麼多功夫 說了一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外力跟Q跟V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要來實際解一個例子 Example 5.12 再接一個 把位置放不出 把這邊拆掉 這位堂課我刻意自寫大一點 有時有中 中間爛掉 沒關係 其實我一直覺得 你們會把我的字變得很漂亮在你們的筆記上 所以是你們在寫的 好 今天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變種的系統對不對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QV譜 對 QX 然後我們給它做這樣的一個cycle 從A點到B點到C點 沒錯有點像是粒點 我們這個A點在位置是D C點在位置是2D 然後A點的差距是Q0 B點的差距是兩倍的Q0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向來做一個循環 這個應該不用畫啦 你可以知道它會通過時間0 但他要問什麼呢 他要問說如果我們做了這樣一個循環 能量是從哪裡流到哪裡? 暗時是多少? 我們是從電能變成動能呢? 還是動能變成電能呢? 那這樣變化的能量有多少? 對不對? 我要做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就不要擦掉很多 沒有什麼位置 好 那我們的mechanical input 這是我們機械人給他的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公來計算 應該就跟我們外力對不對? 我們外力是負的EX啦 對不對? 這樣講的蠻奇怪的而已 X應該是向上圍的 反正我們就是這個力啦 然後對這個系統做工 因為EX是負的啦 電力是向下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 這其實是正的 這其實是正的 他們有三段功 要做 從A到B B到C C到A A到B 有做工嗎? 沒有沒有 他沒有在動 A到B沒有在動 所以第一個是0 他沒有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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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沒有在動 他沒有在動 對 他沒有在動 然後 B的公式 對 我應該把它叫做 Constant charge 所以會是 2分之1的Q平方 Q這個時候是2Q 然後 然後 所以A F 從0 然後我們 他這個出來就是一個小D而已 所以 也沒啥 D A F 0 對 第二項就是這個樣子 第三項呢 我們從C 到A 這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條線寫出來 還是可以用這個D的公式來寫 好不好 那我們就 我們是從C 到A 2D 進到D 然後 2分之1 這個時候Q 就會是一個 會變動的 Q0 X3D 這樣的平方 然後 A F0 DX T T 可以嗎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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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負的 用往回走啦好不好 往dx的方向現在是往回走 好 那我們第三個term 這個應該也是蠻簡單的好了 為了寫寫答案 他就會是負的7倍的q0平方d 除以6倍的f0a 這後面的答案呢 就會是6分之5q0平方d 然後f0a 可以嗎 這個d還是寫的不是很漂亮 我們把這裡 相關q0x平方 然後2倍af0b平方 那你的積分呢 就會變成3次 然後這會變成6在這裡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x等於d x等於2d 2d 就會變成這個了 好嗎 就有個7好了 好嗎 бу固 2d 4d 加大棵 然後 2d 1d 4d 6d 因為這個已經代表了方向 所以我這個不用跑 這樣就沒有問題 什麼什麼問題 有嗎 好 沒有的話我們來看這個磁場的例子 有嗎 Magnetic and mechanical energies 讓我們畫一個圖 那今天的圖呢 就是電磁鐵的圖 我們今天有一個鐵棒 這邊繞了一些線圈 其實我會好好寫字 只是我常常很容易激動 只是一激動起來就不行 所以還是 就是慢慢的 脾氣要好一點 常常被我太太罵說太激動 但不管我們不要再神奇再講 不要講話那麼大聲 激動起來 誰激動起來講話有點溫柔了 那我很奇怪 有對 現在比較激動 現在沒有要神奇 好 我們這個 我們說過我們這個 發芽就是磁通量 會順著這個鐵圈走對不對 我們上一節課最後講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做一個電磁鐵 那這 這是兩塊鐵塊 那我們一通電 就會在裡面產生磁場 那這個磁場呢 就會形成這個磁路 這樣繞一圈 可以嗎 那我們今天中間 有一個小小的gap 我們這邊留一個小小的gap 我們這邊留一個小小的gap 所以我們要是沒有外力的話 x向上 會確認 假設情況這樣 那我們會有一個磁地往上 對不對 假如我們今天沒有外力的話 它就被吸起來了 我們這邊電磁鐵 就把鐵的東西吸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阻止它吸起來的話 我們要有一個 反方向的力往下 對 把它 把它拉住 好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這樣做工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磁力 所造成的flux 就是我們的磁通量 會是 μ0 在這個gap裡面 我們看這個gap 我們這個磁場這樣上來 B是連續的 H是不連續的 B是連續的 B是連續的 H是不連續的 那我們在鐵石性物質裡面 μ是很大的 那H就會很小 那H會比這個gap 大很多 我們在鐵石性物質 Core裡面 Core裡面 H會比這個gap 然後我們在鐵石性物質 那其實上節跟我們在講 持路的時候 你應該要觀察到這個現象 它B是一樣的 B很類似 它的phi就是 持動量是很類似的 它沒什麼變化 但是它的H 在裡面跟在外面差很多 在裡面的H很弱 因為裡面的μ很大 在外面的H很強 所以它的μm就是μ0 對嗎 但是B是連續的 那phi也是連續的 對嗎 對嗎 好 那接下來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電流 跟我們這些 強路的關係 我們上一集的H想持路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的driving force 對不對 有N的I N圈的I N圈的I 那你可以畫一個anti loop 對不對 包括總電源咧 就會是你h的integral 所以你有一個h的core 然後乘上 你lcore的長路 然後加上兩倍的h 再gat 上面再長下來 乘上它的長路 我們今天有兩個gat 對不對 左邊有一個gat 右邊有一個gat 所以我們做一個ampe loop 把它畫一圈 拉住的電流 就是ampe的I 非等於hg圈對不對 hg圈就是 不包含gap的 跟包含gap 跟包含gap 可以嗎 這個l是我們這個 不包含gap的都 都算在內 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看一下 我們這個gap 它的h是相當大 這可能是十的四五四方以上 的差距 所以這大概就會是 那個gat的長路 前面這個其實不重要 因為這個hgat才是最強 你鐵質性物質啊 這個mu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嗎 有這樣的關係 我們再來看說 儲存在這樣的系統 你的能量是多少 存在這個小小的damp裡面 2分之1 muh square 然後乘上 它空間的大小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系統 gap這邊 所儲存的能量 可以嗎 就是兩倍的 那它的energy density 就是2分之1muh square 然後乘上它的area 跟它的高度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樣可以用file來表示 或是用I來表示 我們可以用file來表示 也可以用電流來表示 這個就大概是 兩倍的 5 除以mu0a 可以 x 好嗎 這個i跟file是可以用比如說總 scatter 各竟 измен 第一種Case是Constant-Fox 如果我們可以3號Keep這個Phi是定值 如果我們3號Keep這個Phi是定值的話 我們這個線權不會有感應變動詞 即便上有電流帶流二對不對 但它不會產生電壓 就可以視微星短路的電線對不對 它不會給它能量 所以一旦我們Keep這個Phi是定值 這個線權不會給這個系統能量 OK 那我們系統能量的變化純粹就是來自於 我們幫它做工 這時候我們是Constant-Fox 我們Keep這個Phi是定值 KeepPhi是定值的話用這個 然後我們對X做為真 所以會是負的Phi平方 然後U0A 那第二個Case 我們是Constant-Current 所以你接一個電流源 我們電源供應器 兩樣在做這個訂電流 這樣子的話 當我們在拉這個時候 磁場強度改變 我們的Fox改變 我們這 candidates會產生感應電動詞 我們會從這個Current Source 擷取能量 那我們這個系統的內燈的變化 包含了快率做工 還有我們電流 乘上我們的感應電動式 如果你不知道這為什麼要這樣寫的話 那我偷偷除以一個dT就知道了 沒有嗎 這就是我們的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就是你total的持通量的變化對不對 那我把dT插掉 假設你們已經理解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dA寫成i bmx 然後減掉dwmx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constant current 就用這個 好 我們現在要把phi nphi 換成constant current對不對 可以在這裡 所以它會變成 n倍的phi 那phi就會是 i然後乘上mu0a然後除以2x 我們用phi跟i之間做轉換 然後減掉dbx 那constant i的情況之下 用這個 mu0n2i2a 然後處理4倍的x 好啦 這都 圍繞變成-x平方在分5 所以就會是負的n平方i平方a 然後4a平方 那想當然這兩個應該會一樣 就跟我們之前那個 一樣 含電的情況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就導出說 在這兩個系統的情況之下 外力應該怎麼寫 constant flux的時候 外力和flux之間的關係長得像這樣 那如果constant current 那外力分 current的關係是這樣 那假設我們出一個例題 叫你算這個光 能量從哪裡到哪裡 你應該是可以知道 好啦 最後值得一題啊 其實剛剛忘了一題 這個會等於 能力會等於 內人對x的尾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像是剛剛那個 剛剛電廠那個有類似 就像是說在天津板那邊的電廠 大概是一半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類似的 類 好 想一想 如果我們要算磁力的話 還要怎麼算 我們好像也不知道該怎麼算 假設我給你這邊吃長強度 然後如果你除了這邊磁力 到底要多少 好像我們用一般的辦法 就算不出來對不對 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們有一個東西 其實從來都沒提過啦 假設兩根磁鐵棒 磁鐵棒我中生在玩 你知道他們利益做強嗎 那個偶爾機 偶爾機 對啊 它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像電偶級的公式一樣 所以磁力的大小 我們好像都沒有很認真的在計算 我想一下 如果用BO沙發定域對不對 可以嗎 好像也很困難 因為我們都是在講說 電流怎麼產生磁場對不對 那也沒有 好像沒有辦法直接說 我們這樣怎麼算這個利益 除了用能量的關係來算的話 除了我們今天這樣教之外 好像也很難算 之後之間怎麼算這個利益 可是磁鐵不會好 做磁鐵或磁鐵的問題嗎 是啊 但是我們都沒有提啦 不然 反磁性我們就不叫它磁鐵了 那順磁性我們不叫它磁鐵 只有鐵磁性我們才叫它磁鐵 我們都避開彈那些問題 因為那些都不會跑 所以我都避開彈 那有進去的東西 那些都會去看科普的東西 或是去看那些書 其實你去看那些書 大家也沒有講很清楚 因為你要講理解磁性 是非常困難的 也有非常自理萬分 那大家同學問得很好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沒有學這個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第一張教的方式 來算這個利益 好像很困難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算 那個沒有零多的一個 沒有零多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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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沒有 是吧 上面 右邊 沒有零多的一個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沒錯 沒錯 好 那先到這邊 我們下集會再交給別的 謝謝